年輕是08年北京奧運以及兩屆世界棒球經典賽古巴隊的國手 剛看到是張建民在今年中華職棒的成績高達3成30的打擊率 另外7支拳打跟51分的打點 現場球員也非常熱情 包括了國旗跟大鼓都來到了現場 Perozo的身材是非常好 以往我們看到古巴的選手往往不是身材很高大 但是非常壯碩 Perozo是既高大又創新的 身材有190公分 這是對美國職棒大量來說是最佳的身材 大概就是188、190這樣的身材最好 這也超過了100公斤 我前兩天跟同事在討論 這有點像古巴隊的殺胖 但是他是右投手 但好像還沒有胖的那個樣子 兩個好結果一個壞球 這個球偏壞測被張建民給選掉 這球裁判判壞球 骨手有些遺憾 還以為是三陣 因為老骨手Pastano已經是 近十年來打古巴不動的先發的骨手 就是Perozo今年在古巴聯賽的一個成績 偏高的變化球 然後逮成了中間方向落地形成安打 這時候張建民上到了一壘 兩隊的第一次安打出現 全一球的差別 前一個球沒有被主審判定好球 沒有造成三陣的結果 欸 張建民就逮到這個機會了 一個偏高變化球 看起來像是個去球 但是進本來板的時候太高了 所以被打得結實 事實上好像是壞球 但是張建民依舊能夠擊出中外野方向落地來 好 現在就要輪到的是高國輝的打擊 張建民是快腿上到了1點 原本在前兩天的民視新聞也